韩国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瑜在去年九合一在台湾掀起的这个寒流真的不是偶然 这个方面是韩国瑜本身个人的一个特质 另外其实从韩国瑜身上我们可以折射出来现在台湾民众对台湾政治人物的一个期待 国民党绝对不可能说出像韩国瑜说人进来祸出去高雄发大财这样充满铜臭味的这个话 但其实现在台湾民众闷经济已经闷了太久了 现在韩国瑜这样的话出来是让民众闻到了铜香味 是民进党做不到的 民进党永远只会为自己的这个利益小群体来服务 别说是国民党了 台湾民众台湾人民的生活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其实不论在大陆还是不论在台湾 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 你为人民打拼真心真意为人民的福祉去考量 都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戴的 也正是台湾沉沦了这20多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政治人物只为自己个人的选票 只为自己的小团体去考量去考虑 那么韩国瑜终于有一个是为人民的福祉出发 去施政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人气持续下去 我是一点都不怀疑的 关注31条APP 装APP 小红利 一起发大财 是 事情 스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